你沒辦法啊 人美 人美有差 生氣我 那個長的那個樣子 警察都已經心臟都快不戒了 熱情有沒有 沒講心臟 但是我來一件事情 這裡他其實詐騙案子 不只有這樣子 那個其實那個化妝 那個裝修師傅為什麼那麼生氣 因為他只是找他過來 是裝修那個廁所而已 那個裝修廁所 大概在八十幾萬就搞定了 但因為他是住那個豪宅區 他特別跟那個裝修師傅說一句話 他國中同學說 這附近鄰居都很熟 我們熟之後呢 我可以幫你介紹很多 結果你知道嗎 你知道 我在問觀眾朋友一件事情 一千七百萬的家電 你要怎麼買 你家電怎麼買一千七百萬 一千八百萬 他就說可是我這邊缺什麼家電 那裝修你順便就幫我 就是找這些我要哪些品牌 就買了一千多萬的家電 只是要修個八十萬的這個廚所 結果這個裝修師傅貢獻了一千多萬 將近一千七百多萬的家電 所以當然這些人看到 這個家電都是名牌 我不知道一千多萬家電怎麼買 後來開的支票是八二票 對 所以他認為 他之前八二票還賺得慢 後來他就開始去用他 跟他女兒帶來這些同學 他甚至不是還有那個上面還有寫嗎 有那個靠那個 他說說我在大陸發現了很明貴的香秀 這個什麼叫做香秀 香秀還可以詐騙千萬 香秀很貴的 四大迷秀之一 四大迷秀 那一套都要十幾萬人民幣 然後他就跟他的那個 應該是那個胖達人那個董娘 跟他講說 因為我想要跟我公公孝順 那我現在手上沒什麼錢 你老公聽說在大陸徐欣平 或者是你很多的閨蜜 朋友在外面 大陸都有做生意 先幫我付一下 你付我到時候再還你 為什麼要他媽媽付 他可以自己付 我們是閨蜜 好朋友 你老公既然在大陸有做生意 先幫我付 我再給你 因為對方那個賣家 他不收跨國的轉會錢 所以就是說 那你這個閨蜜 你有這個大陸的帳號 那你就先幫我付 然後我這邊直接付 也不用那個轉帳的錢 也不用換位的錢 所以他知道胖達人 為什麼胖達人家 要在這個中國設帳戶 他們後來麵包店 有打入中國 所以他知道那個帳戶 那知道帳戶裡面有錢 那就先墊付 所以他發現到對方要錢的時候 他用了一招更厲害的 用人民幣說 我人民幣有好的匯率 他用一個更好的招數 他的公公也是他的工具之一 他公公其實是做印刷廠的 他要刺繡 要買刺繡 他的公公是好的 他要孝順公公 他來討錢的時候 那幾個大家開始要跟他要錢 他說我公公過世了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他說我現在好可憐 你知道嗎 他還拿那個佛金 故意在電話旁邊放給他聽 不信你看我們現在在做法會 通常我們聽到這種叮叮亮亮 你就不好意思了嘛 那你去家裡面既然這樣子 你好好去做法事 我不打擾你的 是這些貴婦有一個其中有一個 他的閨蜜覺得很奇怪 怎麼可能前幾天才跟我講說 你要禁銷到 沒幾天你就過世了 到那個工廠去看 他公公還活著 所以國中委員他公公又死而復活了 剛剛有時候講說這些人在騙人 他不是內話而已 就是要連自己都騙 是 就是說你要 我前陣子我記得我 我形容當然不好意思 會講到馬總統 對 馬總統在講事情有些時候 他連自己 在講給別人聽的時候 在框別人的時候 連自己都要騙說 第一件一定有辦法這樣 有有有有 比如說六三三嘛 六三一定打不到 可是他講的煞有其事 就是說連自己都要騙 對 上次歐老師那邊證明說 那個當時他的經濟的時候 是一個宜經委員嘛 那宜經委員根本沒有買票 那時候歐老師還跟他說 那個已經絕對不會買票 因為他沒有必要買 他以為贏定 馬總統還說 一定有買票 內話 然後接著派搜索 真的厲害 所以這些你說 他到底有沒有犯罪 所以原來馬總統是騙子的這個 來除了手 沒有沒有沒有我這樣講 我是說 如果真的要最高明的騙數 有些時候 你要可以行使還真不容易 因為有些剛剛 我們跟思維在聊天的時候 有些時候他那個叫高等卡油 對 高等的卡油 就是他不是騙你 而是他用他拉高自己身段 來博取你的信任 肯定支持同情 那你自己掏心掏意 要把你那個什麼葉子 金燃 金燃燃燃拿出來 我懂了 一定要先自己騙自己 我就是貴婦 我就是真的在國外 是有一個帳戶可以換到這個錢 我公公真的死掉了 對 就是說你要把他想像說 的確是如此 所以其實是這樣子 我看我剛剛特別強調一點 就是說剛剛 節目不是開玩笑嗎 說他的先生好像有點像我 是不是 對 開水不能抖涼 對 本來就這樣子 很多事情我跟妳講 我們台灣常常說幾句 會說 想在念經 想在忘了什麼 那個道理是一樣的 是 那個字不太方便 不太適合 對 所以其實這樣也好 就是說 今天這個中環把他們這個家庭 這個問題披露出來 也讓其他這些拜金主義者也好 或是喜好以貌取人也好 或是說所謂的虛榮心的人也好 我覺得以此為借 但是坦白講 用这种方式来博得一些财富 或是其他的一些名贵东西 我觉得完完全全不足取 有句话讲说 你用猫的方式去偷过来 你会被老鼠把你咬走 我就说用这样一个不道德 不一定犯法 不一定犯罪诈欺 但至少你不道德方式 来取得这些财富 我觉得那弄不掉 我觉得用那种不道德的方式 就像我们等一下 可能会来讨论一些 包括一些贪官污吏 甚至于这些不该有的作为 我觉得还是人应该要忠厚一点 对人这要忠厚 可是问题是来 是不是心里面空虚 所以市委 他里面最经典的部分 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胖达人本身 这个就是已经认为 是一个大诈骗案 把面包 他家里不是做面包的 就把面包做得好像很香喷喷的 然后设了一个基因公司 然后还要继续到中国搞一大堆 所以他去中国设公司有账户 但问题来说 他们心灵是不是真的很空虚 就是这些有钱人 他是不是真的容易被骗 因为他们心里空虚 还是他们已经被骗人家 所以心里空虚 人家讲说一爆还一爆 不是时候 不是时候会到 所以我们这些股票的 被受害者拿不到 他的钱就被他诈骗 你看到他们怎么样子 坑杀这一些股市的投资人 他们怎么样子做这个放空集团做突婴的 对 你怎么骗 人家说蔡棠吃菜蔡咖啡 你怎么骗 你现在就怎么骗你 所以说他会觉得讲说我没有差 赚钱很容易啊 那你这个是我的姐妹 他这个我的好同学啊 那当然他爸爸妈妈怎么样子骗 那这个女儿就怎么骗嘛 那甚至于那个 你说徐勤平他们夫妻 他怎么样去骗人家 那他这个钱 他就怎么样子流失掉 是 宗教诈骗 真的很容易抓到人心的那种脆弱点 连我们这个宏达店的老板娘 也都被人家骗了 如果今天按照报纸来讲的话 他骗十人 我觉得他不只骗十个人 如果说成案的是十个人 撈了三千多万 那如果像刚刚国动委员讲的 如果不成案的 如果说像欧老师讲的 心甘情愿的 这多少 这多少 这我相信不只啊 很多啊 所以他们家已经弄到 其实内化到小桥流水人家 让人家进来说 哇 你家又有小桥 哇 这树又这么漂亮 连那个 连那个什么 家电都一千多万 小孩子看到 这你这个是S 这个宾室三百 这个宾室没有三百 我也搞不太意思 SL啊 哇 听起来 我这家 厉害耶 是不是这样子 杰明给你报告 他们的研究是量身定做的 他不只是内化 像国动委员说的 就是已经 like to the soul 像灵魂做欺骗 他还能够量身定做 为什么呢 他要为每一个客户 量身定做 就是说你要被骗 也要骗的 死得其所啦 因为这样讲 他要知道胖达人那边 有大陆的户头 有很多人民币在那往来 所以他就要假装是 我没有人民币的户头 所以我现在正好要买一个 需要花人民币的 而且直接要cash去付的 然后而且那个东西 要听起来像个礼物 同时呢 那个价钱要高档 要骗人 他就不会骗你五万块 对 香秀就是这样子 第一 你要去人民币交易 第二呢 只有你有 第三呢 他真的要花很多钱 那个香秀你不要以为 他是买那个小小的秀 香秀我们看到 有一个小面小面 一个大概几万块而已 他不会 他一定给你是 买那个很大一面的 那可能可以是几百万 别买的是一小幅 就比如说是五十建方的 他就要搞一个 一百建方的 你刚才听 不管是有字也好 或名誉也好 所说的 他每一个都对准的 这一个人 可以被骗的 量身定做 比如说设计师 那你就帮我把那个家店买来 那你正好 就要去帮他弄来 对 那家店我就跟你讲的 都是最贵的 比如说 我要那个三重的 一百寸的 那个进口的 那个最好的 那贵的 那我这个房子 大概要这个 三十万 那我收你的音响 要最好的 那好到可以到 两百多万 五百万都有 对 那我接下来呢 那个吸尘器 全部要绝对防尘的 那你要十几万 那不止 不止 全部 整间下来 真的要一千七百多万 你仔细算 你去到那个时候 我那一栋有卖音响了 那所有最好 全部进来就是这样 那这个呢 就是对设计师的 那我现在对你胖大人 我知道你有中国户口 这个户头 好 你有人民币 我就对你做设计 所以当如果是 遇到杰明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这时候 基督教要拿出来用 如果他遇到刘文雄委员 他就改姓回教了 是 要先证明刘文雄 有这么多钱 对 他没有在现场 我没有办法问他 那他如果遇到的是 佛光山的 或者是实际的 就阿弥陀佛了 对 他就会讲另一套语言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佛光山 他们在面对很多 这个 十一柱形状 有独特的用语 比如讲 他讲这个 洗手间叫禁法 那他们用餐的地方 叫滴水房 他就会讲这套语言 比如说 他称赞你 非常的这个庄严 他就会说 哎呀这样子很殊胜 他会用整套的语言 完全的包装 就是我们两个 其实是兄弟 你讲就要 我们 很殊胜 哎呀真的真的 那当然 那我们可以要去当副法金刚 那一定要 要不要当整套语言 然后大家问他 说欧罗先生 你现在很殊胜嘛 那你这样 即便是基督教 也有不同的语言 比如说 你是台南神学院系统 出来的 是 或者你是这个 信义教会 这个系统的 对 对不对 重点人不要 对 是完全不要 不过他们在阳明山 蛮接近就是了 所以还是你是 这个林良堂的 对 他有不同的语言 他会专门去做研究 我跟你讲 他刚刚说的 真的没有错 那些人被骗的是 骗得心甘情愿 因为那个整套语言 是完全把心里面 彻彻底底的 完全洗过一次 而且我跟你讲 他为什么会觉得说 他们这样是没有错 而且可以告诉小孩 这是对的 因为你看嘛 电视上那些 真正都在骗人吧 因为这些人都在骗人 所以我们这样做呢 只不过是他们的 小小的 一天而已 那我们还让人家 有吃到BBQ 那真的 我连BBQ都没给人家吃 你票就给他了 是 所以他是这样 来告诉他的孩子们 还有人要请吃便当 人家广播叫吃到他便当吃完为止 后来这钱都花去哪里了 死影 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刚刚看了 他所整个的论述的里面 你会发现他要弄豪宅 弄名车 甚至他说 他说去法院出庭的时候 还要配他的保镖嘛 对不对 对他也请保镖 我就觉得其实他应该赚的钱 大概就这些钱都花掉了 你去算算看 有一些东西还是要付现金 你保镖不可能也是无偿的 所以可能都是付现金的 你租车也不可能租半年不给钱 一定是每个月每个月付 那你说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花费 我在猜其实他虽然看起来诈骗了很多钱 但应该都花掉了 按照人家的说法 我补充一下 那叫效应贪失定量 里面有一个东西 我说明一下 因为我看到这个 这个扮演人在问他说 你的钱拿去 他就说他就还高利贷 他就还高利贷 所以这也是常常发生的一个状况 你要诈骗人家之前 你要先投个本 对 没有钱嘛 对 就是高利贷 银行不可能借你 对 高利贷借钱 借完钱之后开始投资 可是高利贷 其实比诈骗的还厉害 你如果不还钱 可能把你腿打断 对 所以他每天很努力去诈骗之后 第一件事情 赶快先把钱拿去还高利贷 所以我觉得背后这个高利贷 我觉得比起这个诈骗 也是不慌说 而且贵族学校真的很夸张 对 所以刚才讲贵族学校去 我想大概不会开支 那天要付现金 不可能学费 让他签个半年一年 他又三个小孩 他又诈骗了那么多年 那个钱我想 他应该都是付掉 没有问题的 那另外有一个 我是觉得后来比较有趣的 就是说 检掉怎么办这个案子 到底 我刚刚看了一下说 一个是八万块交保 一个二十万交保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大家一直在批评的 我们对于诈骗犯 这个从检察官开始 就过于纵容 你如果每个都给他一关 关个两个月 或者你把这个所谓的交保金 拉得很高的话 我觉得才会达到贺阻的效果 或者把诈骗的情节付出来 这条新闻出来之后 我觉得 只是让许多人 更加的想要心向往之 继续向他学习而已 为什么 因为觉得说 新闻给他报道说 诈骗三四千万以上 这是有记录的 有记录的 这没记录的还不高 没记录还不晓得 那如果是这个情况之下 我只花二十万交保而已 而且中间我们刚才 我们罗大哥还讲说 中间还跑了好几年 真的是五本生意 这五本生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会让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做这个不错 投报率很高 所以我觉得检掉 在这个部分的办理 其实就是对我们国人 做了一个非常坏的示范 为什么 然后他的女儿 好像有一个女儿被移送 然后被限制住居 19岁那个美魔女 不是美魔女 最漂亮的那个女儿 那个不能叫美魔女 你这个还以检察官吗 那个叫小仙女 小仙女 不小仙女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就限制住居而已 是一是小仙女 那个小仙女 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比 我们做这种 所以我就说 从这件事 这件事来看 我们再回过来去思索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检察官问题很大 是啊 而且看起来大概 这个最相关的证据收集 算蛮齐全的 告的 要告他诈骗的 我看这些资料都已经很完整 你怎么一个20万交报 对 不合理啊 非常不合理 所以听说还要去美国 所以有志 不得了 这种诈骗 这种上流社会的 被诈骗的几率真的很大 因为这些人 其实刚刚市民委员 他讲得很清楚 这些人 他们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 因为你不要看得很好 其实像刚刚讲 胖达人他已经习惯 关在自己的生活圈里面 去做这么多 他也许他有用一些 商业上的诈述之类 那所以他只专营这个 你说其他的生活 他没办法 我都给他们取名 我喜欢取名 他们这一群人 其实大家都常碰到 我相信各位委员 什么在办局上 我都叫他们叫甲孔雀 甲孔雀 所以你在看 他们在这种餐会上 一定有那种 有一个人 然后就告诉你说 委员我跟你讲 我跟国动委员熟啊 我那天看你在节目上 跟他那个 我跟你讲 你告诉他一声 我叫罗友智 你告诉他 不信我现在打电话 开心 我开始 经常遇到 开心 经常遇到 喂 委员你跟他讲一下 跟市民委员 你跟我熟不熟 你好意思跟他讲说 谁跟他熟啊 你不会嘛 你另外说 有啦 还不错 在节目上常遇到他 那你跟他熟不熟 熟 熟 我自己很熟的 这个甲孔雀就堆起来了嘛 然后你看那饭局 有没有 商业饭局 常常就是 那个立法委员 蔡世英 立法委员 冀国动 什么 那个名嘴 王时期 然后头衔 知名节目主持人 汪杰明 那些饭局 大家每个都有头衔 他办的 办完之后呢 有事啊 就开始建高自己 你不做行呢 真的啊 不应该做退行 我曾经就碰过一个 也是类似这样的甲孔雀 他可以从一个小小的瓷砖业务员 他最后当到的某个某个百货公司的特助 他光靠这样的饭局 他刚刚不是说靠party吗 靠宴会吗 他就一模一样的手段 他每天都跟这些有钱人 好的人 上流社会的人 吃饭 政商名流 他今天办完这一堂之后 下一个再办另外 他再办一直办一直办 就跟施英伟讲 他开很多钱下去 本就开下去 所以我根本不认识他 但是他找了一堆这些有名气的人 让他觉得 这个人恐怕真的是有两把刷子 然后再推出一部豪华的车子 然后说我旁边一些是名流 这就叫什么 假孔雀 假孔雀 这在商业犯局多的是 而且这些人呢 很心甘情愿地被他骗 而且一定会有人有疑问说 怎么这么傻 你骗完你的闺蜜 你还在被骗 你还在被骗 你才会骗 我刚刚我认识这个朋友 五家公司了 而且他每一个 他位置越跌越高 越跌越高 越跌越高 高到你到最后 他已经超过你 他当初的那个小小的业务员 他就变真孔雀了 你已经变 对 对 真的啊 我老师讲的 你从以前假的 他现在真的已经变成 他已经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了 他已经在那营业额一年 也是两亿多的一家公司 他已经变老板了 这最著名的当然是叶树菲 对 所以他最后变成是真实孔雀 所以我就说 这些 你说这瘟之运很可恶 可是有没有很多的小瘟之运 好多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很多 这些人呢 他们都在我们的旁边 也是在骗所有人 所以 但是我们老百姓电视机 前面的观众怎么看 这都好鸟人 咱们也没关系 他们的好鸟人 怎么来骗 怎么去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这种大诈骗 小诈骗 就刚刚世音委员讲 我们的诈骗 真的我们有断绝它 我们上三月份 不是讨论的是 马来西亚那种 那种电信诈骗 台湾现在一直都在骗 难道我们只回来这种骗局里面吗 好 那么这回来骗局 但我骗到一张勋章 你觉得如何 如果能够骗到一个总统府 给我的勋章 那是不是更了不起呢 来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沙制衣上个月得到一个叫做锦兴勋章 国动委员什么叫做锦兴勋章 这个是什么回事 他为什么可以拿到锦兴勋章 上个月才拿到锦兴勋章 沙制衣遭到弹壳 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 当时他拥有一栋 所谓的非常漂亮的 美人美奂的农舍 这个怎么看都不像农舍 这农舍第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农舍前面 可以有水泥地的马路吗 农舍可以打水泥地吗 第二件是农舍要求只有两层楼 为什么他可以两层半呢 还有第三个问题 事情是农舍旁边 应该不是要有所谓的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农作物吗 怎么会是 哇这个是台北草 哇这个是小 这是绿树 这是这个美丽的树 我没有看到任何的 任何的农业设施 结果这样子 沙之一遭到谈课 这是怎么回事 国中委员 当时其实农舍曾经成为 政治的打手 是 沙之一会再犯下这个大仇 我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在2011年 还不是2012 2012总统大选 2011年在炒作 苏家权那农舍问题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要被 苏家权农舍 对对 我要被安排 布文区立委的时候 当时的党秘书长 他打电话 大概每个人都问了 因为我都问了 他说你有没有农舍问题 对 他特别强调 有没有农舍问题 是 那时候发动了没 发动对苏家权了没 刚开始 刚开始 然后我就讲说 如果有农舍 我就送给你们好了 表示没有 对 后来我问了很多的 不只是部分局 连政务官 他们都被问到说 有没有农舍问题 政务官 所以你说莎思伊 为什么要问这个事情我不懂 怕说你今天打苏家权 到时候你们自己有 我打苏家权反团到我身上来 怕的是自己也有犯相同的这些问题 因为当时国民党被拉出了好几个 连赵立云他家也被拉出来 普通路资争 黄插雄也被拉出来 所以打一个苏家权 中了一堆国民党的高官 没错 连那个中叉和也被拉出来 中叉和 对 那个大 全部都有 莎思伊 他的个性 坦白讲 我跟他不是很熟 但是其实我咨询他过几次 他当年署长的时候也有几次互动 他是有点点大条不甩的感觉 其实那时候署长 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情 他在农民厅 省政府农民厅 在农委会都当过那么长的这个大官 他应该知道 所以你看今天 他到宜兰买这个农地 尤其那个包中和他的监委 他一查 他形容那个叫做一品农地 什么叫一品农地呢 我开个玩笑好了 就像我另外一个形容词叫 壳牌 农地什么叫壳牌 你不是说使用公司壳牌 不是 借壳 这个农舍是借壳壳牌的农舍 怎么借壳 本来他只是申请可能是很小的一个农舍 我懂 他的建造可能只有13坪 然后等到建造拿下来的时候 就13坪变成了310坪 二次施工 三次施工 施工到最后 今天如果说你是一般的民众 也就罢了 如果是一般政治人物 当然也不写不足取 今天你在农委会 你是主管官署内 副主委 他说他本来要申请退休 如果说没有这些问题 你干嘛申请退休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这些作为 一辈子他担任公务员 然后中日烈焰 你最后你被焰灼伤的眼睛 我觉得是非常不值得 那今天我要特别强调说 其实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他那时候买下这个农舍 在宜蘭农舍 其实那时候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他买下没有多久 农舍问题就已经开始在炒了 对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说 你用说我是合法的农舍 你合法只是说 你刚开始那个一品农舍合法 所以今天见他讲说 他应该知法而不守法 其实错 不是知法 每个人都知法不守法 他今天他是执法者 我们的画面照出来了 你觉得那个画面 等会我们再秀一下那画面 你觉得沙之一那个是别墅吗 还是农舍吗 所以欧老师你去过这个地方 他那种太有名了 真的太有名了 你去过几次 我至少去过五次以上 五次以上都有听到欧老师 形容这美丽的农舍 他在农舍会二十八年 他主管的就是农舍 就农舍最热最热的时候 他竟然去借壳 买了更大农舍 可能当时这个建造 只有十几平 最后搞了一个这么大尖的 沙之一现在被弹劾了 可是问题是 他弹劾之后 还可以领到退休金吗 答案是是的 他可以领到退休金 你眼泪没有流出来 观众朋友 可是不是只有他有来看这一户 这户是谁的 这户是谢长廷的 也是小桥流水人家 来 再看这一户 其实这个小卡这不够大 真的 最大是这一间 这间是宜兰县的秘书长 我从来看到 很难看到两个农舍 可以这么接近的 他中间切一块 变成两柄农地 各盖农舍 再看一下农舍只能两层 来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然后这农舍前面还有码头 码头旁边还有小船 这是宜兰县秘书长 拥有的农舍 可是去过这个看完之后 在匹庞这一间就比较不这么样了 可是这个码字翼这个也是蛮厉害 这个我每个都去过 因为我们在教民宿 跟教农业相关用地的时候 会带学生去看 那码字翼那里真的是非常有名 我跟你讲 这个起造成本 总共加起来将近五千万 刚才杰明说 他做二十八年对不对 对 他二十八年薪水 我们就给他平均一百五十万就好了 是不到五千万的 所以一定要弹劾他 他没有这么有钱 那他炒这个将来转手卖出去 当时说他这五千万 以后会变成上亿 所以他在炒作他 旁边的全部都跟着上涨了 他那个就是宜兰的原山乡 有三大豪宅区 原山乡 东山乡 三星乡 你刚刚讲的也是在这三个乡之一 再来看一下 他单是工具房都比我们家还大 够不夸张